好我們剛才提到這個今年國慶大會 有十大亮點 其中尤其是個什麼橘色惡魔的傳說 最是讓人驚豔 韋航 是的 我們先來看這一次的國慶 其實國慶的 其實老有些人說每年差不多沒什麼亮點 當然還是有一些重點 重點就是透過安排整個流程的過程 我們傳達出什麼樣的訊息 其實一個符號展演的機會 那當然橘色惡魔是這一次 今年很多人看了亮點 我們等一下把他往後面放 我們現在看前面總統府 想要讓我們國軍呈現出什麼樣的意象 好 因為這一年來說 你要說兵兇戰圍 的確有些人認為兩岸兵兇戰圍 所以總統在談話 總統也特別強的來肯定國軍 強調我們的備戰 要隨時拉緊神經 好 那相對來說 這一次首度三地連線起唱國歌 總統府前面沒什麼特別 一定會唱的 重點是東營指揮部 這個算是北疆的最前線的部分 之前要無人機入侵 大家對東營指揮部也很多指教 這一次總統特別把他們拉過來 那也是中華民國不要忘了他們 他是我們的第一線 再來是這個左營海軍艦直部 當然是新的塔疆艦 我們最新的這個海軍的這個艦艇 擁有足夠的戰力 可以抵禦相當程度的共軍來襲 所以我們一樣在這邊設了一個點 同樣的來大家一起來起唱國歌 哇 張愷好用心喔 對 當然你會問空軍呢 空軍在天上 天上有很多空軍 首先是陸航的部分 首先一開始他是換向2000黑 直接直接破空 代表整個儀式的開始 好的 接下來一樣是傳統嘛 因為過去國民黨經常質疑說 你民進黨辦國慶 國旗不見啊 馬一九總統就很在意這一點 他一定要好好數數 到底有幾面國旗 不然他就在旁邊生氣氣 好 所以從之前開始就所謂黑鷹 就是這個氣努克斯 就是兩個螺旋槳的這個 只生去吊掛超大型的國旗 因為他本身非常能夠載重 但是過去有七面九面 人家說再多下去飛機會不會不夠 他這一次直接出動阿帕契 一架左右兩邊各有一面 五架阿帕契就有十一面 所以你要說國旗不夠多 抱歉 今年有十一面 徹底的給你國旗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馬龍龍 就坐在蔡龍龍隔壁 他也沒什麼意見啦 至少稍微安靜了一點點 好 再來 接下來是所謂永鷹高教旗的出現 這是我們長期的要去推動 就是這個高教旗國造的這個部分 陸陸續續永鷹已經有一些出場 現在正在試飛 那這一次他就跟過去的F五一 F其實一起並飛 半飛 那這次他是象徵了一個四代交替 之後F五一就要慢慢退下來 那我們就用永鷹 自己製造的永鷹 逐步的去替換他 一方面是提升我們飛行人的安全 另外一方面也提升我相關的戰力 四代交替 好 那雷武小組一如往常也有表現 那這大概是最後幾次雷武小組出席這個國慶 因為也不是雷武小組 是AT3最後幾次 因為之後也要換成永鷹 所以之後永鷹就會從這一邊跑來這一邊了 所以隨著這些符號出現 也象徵了我們國家 對於我們國軍的重視 特別是在於武器裝備的換裝上 好 那這一次還有所謂台日友誼五十年的台日友好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年邀請到的是日本京都的橘高校的吹奏樂隊 那他們這個吹奏色在日本相關的競賽中總是拿下冠軍 實力非常的堅強 所以被稱為是那個橘色的惡魔 很多人就說看起來很可愛 怎麼可以叫人家惡魔呢 對他的對手來說是惡魔 因為不會贏 太厲害了 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到 他們有許多的辯證 甚至在這個過程中 特別安排了中華民國專屬的橋段 去採出一個雙石 那這個辯證呢 當然也是經過非常長時間的演練 他們大概只花了一個月在練這個 我有看了一下他們學校的schedule 這個非常的驚人 他們一年到頭幾乎都是有這種表演活動的 那來臺灣大概是他們今年 今年最重要的一場 他們從十月五號來到今天才離開 好 那他們在不只是在日本有知名度 他們在全世界有知名度 因為這種吹奏樂隊 大家就像我們國內的這些學校樂隊 大家一般想像是蠻自私的 能夠吹得好就了不起了 他們還可以搭配大量的走位 動作 跳躍 甚至能說他們還可以在半空中吹奏 半空中吹奏 那些管弦樂 管樂器你要在空中那奔 然後這樣吹 實際上你站的都不見得吹得出聲音了 你不要說邊走 不要說用跳的 他們還要走位 你要講那麼大一根 走位的時候撞到開什麼玩笑 所以他們步伐一向非常精準 六十二號稱六十二點五公分 但實際上他不只是走步而已 他還是有跳躍的動作 更大的重點是 其實他們這個學校也是一個 算是有在讀書的學校 在日本有一個職叫偏差值 七十以上考東京大學可以挑戰 他們的升學班可以到六十六 所以算是已經是蠻前段的一個高中了 還能夠投入這樣的訓練 有些人說其實臺灣北你要不要學學 我比較強調 他們一個禮拜要練十個小時 才不玩表演 光練就要十個小時 一天就要練兩個小時 我想的確大家了解臺灣的家長 就知道臺灣的確是不太可能這樣子 可是他們還是很重視學業的 他們今天早上不要玩 下午立刻殺去桃園機場 馬上東西都收一收 都直接飛為日本幹嘛 因為明天要期中考 明天還有期中考 表演之餘 不忘考試 非常的認真 好 那除此之外 有些人說好像變成日本人的主場 不見得我們一樣有我們本土 原住民的表演 這個巴格朗雖然一般人不太知道 可是他們就是原住民的一個團隊 那這一次在葛萊梅獎 有順利拿下CD的封面 封面設計都是臺灣能夠在葛萊梅 拿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相度 然後設計得非常好 之前也有到總統府去參加 總統府有表揚 那這一次特別給了馬上跟班隊等等 整合成一個大的表揚 原味重現 從原來的老人英九哥 一直帶到現在最新的歌曲 好 那當然再次提醒了 總統府從十月六號 其實從十月五號就一演 十月六號到十月十號的晚間 都所謂夜間光雕壓軸 二十五分鐘裡面 十二分鐘裡面傳達二十五部片 還有大量的畫作 最後以這個甘露水 這個本土非常重要的雕塑 作為收尾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國慶傳達立項 除了軍事層面 總統宣誓的以及這個藝術層面 其實都涵蓋 真的包括了臺日友好 那當然很多人解釋 國慶都講對北京很好啊 你要去展現中華民國 其實總統的壓力也是很大 因為一方面獨派都說 你幹嘛要慶祝什麼臺灣 National Day 馬依舊也說應該也不是臺灣National Day 就是雙方都有這個壓力集中在總統身上 然而他扛下來了 好接下來呢 就要看我們在臺灣所釋出的這些訊息 國際怎麼解讀 還有老共怎麼解讀 所以這個就要請到這個建中老師了 其實這一次蔡總統在國慶這個談話裡面 當然兩岸議題是最受關注的 可是他特別提醒對岸 我講的話你不要誤解 我是說要在這個理性平等跟相互尊重的情況之下 我才跟你北京當局 我們願意大家一起來找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 然後維持臺海穩定的這個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會不會這個持續這個肩負起 我們自我防衛的這個責任 我們當然會 因為我們不會坐等被別人來決定命運 可是對岸還沒有回應 馬英九先講話了 馬英九說你講這什麼話 什麼什麼這個兩岸不是兩岸是兩區才不是兩國 他忘了他當過哪一國的這個總統嗎 所以這個請教老師 你怎麼看現在臺灣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看到這個中華民國國慶 這麼多國家來幫臺灣做這樣的一個慶祝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中共的代理人就出來喊話了 中華民國的國慶日都還沒到 他就不斷地去提醒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要講什麼兩岸非兩國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特別是我們知道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講出來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這個事實的時候 的確是戳痛了這樣的一個統一之論的這一群 第五重隊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我們看到在去年的這個談話出來之後 符合國際上面對於中華民國的支持跟認知 但是我們看到中共 他卻沒有辦法有任何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透過這些中共的代理人出來喊話 出來要求蔡英文總統 今年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蔡英文總統 其實剛剛韋航哥所提到的這樣的一個印象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的這些國慶講話 都是一以貫之的 從他過去一六年上任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看到一以貫之 貫之什麼 包括剛剛主持人所提的 我們要對話 其實在他第二次就職的時候就提出來 我們的對話的前提是民主和平 對話對等